香港人潮及满月台农历年节 不少人选择搭乘台铁回家团圆 目前除夕前两天 19号晚上和20号白天 南下车票已经全部卖光 但是台铁为了增加书运量 贴出这纸公告引发争议 台铁表示为了加强书运旅客 1月18日到1月30日 正停发售亲子车厢车票 改以一般车厢方式售票 让不少带小孩的家长 担心小孩玩闹声音 影响其他旅客 心里压力很大 实际来到台铁亲子车厢 座位少一排空间宽敞 还有婴儿车专属停放区 对于带小小孩的家长来说 相对友善 除此之外 亲子车厢充满卡通涂鸦 还有儿童游戏区 让小朋友安心放电 而一般自强好似排座 狭窄走道只能一人通行 小朋友也没有多余空间活动 在民众席家带券出门玩的春节 却反而取消贩售亲子车厢车票 民众觉得不太合理 因为他本来就班次就已经够少了 就已经够不好定了 如果过年期间 就是搭车往返 因为车厢人也会多啦 所以如果有亲子车厢的话 小孩应该可以更自在一点 不过台铁表示三天以上廉价 不发售亲子车厢车票 是为了书运大量分箱旅客 依照规定 婴儿车必须收纳折叠 才能带进一般车厢 怎么兼顾旅客书运和亲子友善 也考验台铁聚会 华氏新闻 权云宁 陈建安台北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喔